妹妹朱莉莉来向我们的节目 好的 来到现场的 还有一对中生代的姐妹哈 大小宝贝 我把我扑回向 伤开了地球害怕 我爱玻璃朵多香 许多的花儿都不香 月月红 粉红光 修大蓝像新娘 爱什么花儿好 就是什么花儿香 小妹妹 要小妹妹 小妹鸟儿好啊 小妹鸟儿美 我不愿意要成双对 共起共有不分的飞 许念 都没怕你成为 多么的宁愿感悲 此言双飞 同情同会 无相恋爱 永不悲 比一鸟 八千多倍 自己试了一些对 你爱什么鸟儿好 就是什么鸟儿美 今次双飞的周围 欢迎大家方便的莉莉姐 欢迎大家方便的莉莉姐 欢迎来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收睇 我只是說我是聽莉莉姐的歌長大 哇 真的,他們幫你講老了 真的,因為他們很早就... 他不老,但是抽到很早 很早 那時候我應該是七、八歲 那你真的從小看到 大我很多,大我三歲啊 我多 他講電音是ok的 因為反正是我從小聽你的 跟我從小看你的心 哦 可是莉莉姐是從四歲就開始唱的 就是在台上 看人家在台下看台上的人唱歌 覺得很 性質勃勃就在台下跟人家唱歌 那我媽媽才去 我媽媽就看到說,咦? 原來我兩個女兒都愛唱歌 就這樣子慢慢慢慢在大戲 開始唱歌 所以也要有人戴吧 總要有人去設計去包裝呢 沒有,那個時候就是我們的衣服 我們的服裝方面 就是我阿姨在包辦的 那化妝方面就是我媽媽在畫的 那化妝方面就是我媽媽在畫的 化那種大妝 大戲的妝 那我們那時候就開始在... 因為我媽媽是演大戲的 所以我們也在大戲開始唱歌 以前的戲班在開始演正式的劇目之前 就有大概半個小時的歌唱 一個小時 所以是這樣子開始的 也算是在媽媽的看護之下進行表演的嗎? 知道哪裡媽媽看到嗎? 她知道她知道她很清楚 現在比較好的 現在我媽媽已經算是退飲江湖了 對 學校的成績是最差的一個 每天去上學了是不是 兩個姐妹話還講說 她們在表演 晚上表演完了來不及洗臉 來不及洗臉 來洗臉睡覺 第二天就這樣去上學了 上學了就這樣上學了 好 好 聽莉莉姐說 她媽媽在她們很小的時候 就是怎麼訓練她們唱歌 怎麼訓練 對她們特別嚴格 我們以前學唱歌 就是那個時候唱機一個 然後就是黑膠唱片 然後就是我媽媽放的時候 給我們聽音樂 聽什麼key 跟著這個黑膠唱片唱歌 然後唱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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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然後突然間把聲量關掉 那我們還是要跟著唱 照著唱 然後就不能停 那竟然唱唱到 我媽要把音樂給開了 ㄟ 又沒說 我媽媽那個 那個黑膠唱片拿來就是 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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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噓 她們說她媽媽還會規定 她們一天你們一定要學好 那幾首歌句 而且是音調啊 那個歌詞啊等等 都要把它就是背得好唱得好 我還以為掉了 就去學校聽寫 應該是最厲害的唱唱唱 學校的成績是最差的一個 每天去上学的时候是 我记得访问她的时候 他们还有两个姐妹后还讲说 他们在表演晚上表演完了 来不及洗脸 还是也睡觉 第二天就这样去上学了 上学了 老师没有报警 老师说 那两个唱歌太晚了 又忘了洗脸 但是那老师都没有反对吗 校长也没有反对吗 其实我老师那个时候 有曾经有老师跟我们讲过说 你以为你们这样唱歌好吗 其实你妈妈是当你们是摇钱叔 就这句话我觉得老师讲得很伤我们 就是因为家境不好的关系 所以才要出来唱歌养家 但是这句话好像吃了我的心很重 而且其实也是你们走红 如果你们不走红的话 也没有这么多演出的定约 我们那个年代是 比较少小孩子 然后呢而且还是姐妹话 等到就是你们走红的时候 可以在怎么样的程度上改善 整个家里的关系 其实我们地上上面 在白带EMI的时候 我们的酬劳只是 那个时候才几百块 然后呢 就说我妈 经理人就说几百块 我妈说 哎呀几百块已经很好了 我妈妈拿了那几百块之后 第一样东西就是 一家在家里置了一个电冰箱 那时候你们几岁啊 那时候 那时候1975年 12岁吧 第一张唱片是在1975年 发的时候 12岁 幸福那里穿 对那国是最差 还记得吗 这个 这个 这首歌 这首歌 这首歌也是我在这个歌台 心力量最糟糕的 最糟糕的一首歌 哦 你要不要再反折一下 哈 其实比赛 比赛这种东西 其实 游起游落 对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可能已经尽力了 尽力了 那宝贝姐妹呢 你们是哪一年出道的 1998年 当时是几岁啊 当时是 34岁吧 她是34岁啦 当然 你们开始 出道也是因为 是为了赚钱养家的关系吗 这个不是我在 哈哈哈哈 不是 因为她是为了好美 没有就是 有那个分别是在 因为平时 怎么说 其实姐姐会比较喜欢唱歌 那我是会比较对 歌台的服装 比较有那种 有兴趣 很感觉很喜欢唱 所以唯一的机会就是说 在台上的时候 然后有很多人看着你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自己 很有那种 他真是很漂亮 他真是从小到最起来就是半漂亮 而且我本身很喜欢讲话 所以在台上的时候能够讲 而且你在讲话的时候 有人回应你的时候 那种感觉是很好的 对 那时候也是爸爸 整天跟在身边 对 可是有很多都是妈妈带 可是我们两个就爸爸带 因为我妈妈是 那个 都会给自己压力 他都不敢正式去看我们唱歌 他怕我们唱错了 他直接会压力 对对对对 妈妈会更紧张 妈妈永远比我们记得 我妈妈还是这样 我妈比她爸爸还好 妈妈就是一来就是冲锋队 就是第一个 来 结果结果结果 结果 一来就是要他们上台 但是我们那么组合那些企业歌胎 我记得还是你妈妈要求 你们是涨价的 对 对 很快 每一年 每一年都有涨 都有涨价 但是价钱方面都是我妈妈在开 对 她妈妈在开 对 对 所以在超宝全部都交给妈妈 很多人都讲 如果你要娶两个 明珠节目的话 你要先 先 娶一下 哈哈哈 在超宝贝以前你们自己 出来表演的时候唱的第一首歌是什么 还记不记得 其实我们 我们也是跟 我们叫二姐啦 跟她有一样的那个心情 就是 她是幸福要靠自己去唱那首歌 我们刚好就高凌风的 冬天里的一把火 那时候你们作业 在那底下 里面的分数也没有很好 你们来讲 有什么会紧张的场面 其实是因为可能说 平台不同 然后可能那个 心情不同 是因为是一个 一个比赛 所以会给自己 一定的压力 其实你真的交过比赛吗 没有 就真的是第一个比赛 而且最重要就是 在露营嘛 然后 以 爱选整个人约约的事情 你就知道 《死穴》是什么歌 《死穴》啊 《死穴》 今天每首歌都对我都是死 对啊 那竟然所有首歌都是死穴 我们每次在歌台的时候 他们只要是明珠姐妹一到 他们就会想 明珠姐妹来了 我们两个就会很压力的 很压力 很压力 真的 因为他们就真的 完全不会唱歌了 对 而且不可以 我宁愿他们唱我们的前面 然后我们可以去 欣赏他的表演 而且可以在那边 学一些功夫 起来 我宁愿他唱了他先走 他就不会听 就是这样特别才能哭 很压力的 有一次我看过 就是你啊 就是在主持的时候 一半突然就晕倒 是不是 那个时候是 我们在 我们艺人工会拜拜 做的中原会 对 那就是刚好 我们做主持 他们也做主持 刚刚在后台 就要换衣服的时候 就觉得 就 就很奇怪 就整身 从这边开始 麻痹 麻痹 麻到那个 要讲话 要讲说 我已经 我受麻痹 不晓得我干 下面我干了什么 自己都不知道 当时他就是 拼着有点热闹 就一直在那边 然后教他 他都不行 对对对 然后当时真的可以看到他 因为我们 因为亲姐妹嘛 其实在台上的时候 有一定的那个默契 然后在台下的时候 其实他们两个姐妹 跟我们一样 其实大家都会各自做自己的地方 可能在做自己的 装 可是当下的时候 看到他晕倒的时候 他的姐姐真的是哭了 然后我两个人也哭了 就因为不叫他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当下我们家 其实在台上的默契 就是台下姐妹的那个 就是那个感情 那个眼神 而且其实真的 他们两个姐妹 其实看起来很像很凶吧 两位姐姐 但是不会耶 其实在 各自有事情 到现在 你会觉得我凶吗 应该不会啊 如果不跟他说话 会啊 那是最初的 以前会不会 以前你说是怕的啊 对 因为他一来的时候也是黑的 因为他完全不笑 对啊 因为那个时候是通常 通常讲话那些东西都是我在 在绝交应酬 就是都是我姐姐在做 所以变成说 我只默默的跟他在后面 然后上去唱歌 就算我在台上唱歌 负责讲话的人 永远都是我姐姐 嗯 因为其实我讲话是 跟我姐姐相比之下 我姐姐比较会讲话 讲话会比较圆滑一点 那我这个人我就是 有什么就讲什么 我就是我妈会怕去得罪人 所以我就尽量尽量 尽量这些应酬的东西 都是让我自己去做 对 带小宝贝之间 应该也常有 一样的多种故事 你们之间怎么分工合作 有没有学习的相反 对 对 她是那个比较会讲话 比较爱讲话 然后不停的讲话那个 然后我就那个 接受她了 对 对 好讲话的话 如果她当下发生这件事情 她不会去用一个很好的 比较好听的话是比较假的 一些词汇来揭露 她就直接感觉到什么 她就直接讲说 我不讲电话 这样子有多大 我都讲电话了 然后有时候就 你这样讲电话 也好下排 然后双方面也好 然后刚好我那个是本性 然后那样讲 复言本话 跟会差不多到这种场面吗 前会 现在可能是已经接触惯了 根本也不会去把他们当做一部事 以前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可能需要去应付 去复言 你讲完回家会心情的话 然后现在 你问我有没有遇过要讲问题 我好像根本都不记得 可能太习惯了 之前至少是说 可能是说 年轻的时候脾气都会比较不好 可是 你现在老了 老了 你现在在明珠 等一下到我们宝贝集团 我们还有更小的姐妹花 所以我们也去唱 对啊 现在很多 对啊 所以你们面对的威胁还蛮多的是不是 嗯 而且现在的小朋友越来越会唱 对啊 其实 就是 人家都说了 呃 姜是老的啦 嗯 我有一点相信 他没有中啊 中江 中江 有点像 也有那种 啊 所谓的经验 对 不管是哪一代的姐妹 我总觉得是 可能说明珠姐妹 经历过的东西 可能 我唱了跟她一样 一段时间的话 其实她经历过的 未必我有经历过 所以每个人的这个经验是不同的 所以 呃 不管是在哪一代 永远跟不到 跟不到前面那一代 我是这样觉得 永远都是前面的那一代是最幸福的 大家现在都在这个歌台心力一样的比赛 而且要进入淘汰赛了 我们作为观众 我们是比赛的啦 但是 那我也身经百战 但是 又真的就在这个比赛最最 可以说是最热烈最激烈的一段时期 大家现在心情是怎么样 暗夜在飘荡 鸟儿发歌唱 晚日度过美丽的奔芳 真的是吗 就会感觉到说 你 压力越来越大 每个人跟我 你身经百战你时有什么压力 其实 越身经百战的人 越有压力 那你们想 我是觉得说 压力是一定有的 那 呃 怎么讲啊 诶 我觉得好像发发动了 哈哈 闹起来了 哈哈哈 因为毕竟怎么说这个台 这个这个台 这个歌台心力一样的这个平台 是完全一个 呃 歌台艺人从来不会 接触到的一个 呃 经验 比如说 站在台上 然后就 被人家说一些 不管是好评语 还是一些 对我们鼓励的评语 其实其实觉得说如果 要消化掉 这样的评语 其实是不容易 因为平时大家唱唱唱唱 下台就回家 然后这些是你唱完之后 有人来验收你的那个 那个 成绩 那那种感觉其实是很不好 哪怕是好的评语 比赛就是 就算我们在家练了 一百次两百次 可是最重要就是我们在台上那一刻 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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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以就是那一刻不好的话 我们就等着被平我们的压力 对 我是会觉得说 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盲点 嗯 我们自己我们不会发觉到 嗯 就是我们一站到台上的时候 好跟画 只有下面的人 看得最清楚 有没有想过说 万一 嗯 不幸的被 踢出去了 那往后的路该怎么走 其实有很多人问问我们 我想好了 嗯 其实 你说 我想好了 要是我们被踢的话 我们是第一队被踢的话 我已经想好我们在歌台的服装了 我准备两个狮子头装 哈哈哈 为什么你捕了五十吗 在那里头 人家不会在这宝贝节目 我觉得 只要每一场比赛也好 演出都好 只要我们把它做好唱好 觉得说这已经尽力了 然后对得起自己宝贝姐妹 其实我就觉得 不管分数是什么 哪怕评语再吐不下去 再不能笑话 我觉得 只要把它完成 我该做的东西 对得起自己 其实是OK的啦 其实讲真的 嗯 观众的眼睛都是 都是雪亮的 我们有没有 有没有在这个节目 有没有努力 去做好自己的东西 嗯 有没有在求心 有没有在求劲 人家都看不到了 我是会觉得说 我们不会白费的 对 而且我们也大胆作为观众说一句 不管大家在台上 每一个人刚才得到的分数是什么 就是因为通过各位之间的 较量跟表现 我们看到了歌台最精华的一面 对 这是真的 对我账成你说 好 我们今天现场 没有压力好不好 因为音乐本来就是要 带给大家快乐的嘛 嗯 就是嘛 所以莉莉还有宝贝姐妹 你们 之后的歌路 我一定会越走越好 谢谢 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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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